台北市南京西路贵德街口的天坑再度塌陷 这个天坑是在周六晚间出现 一开始长约1.5公尺 但是后来紧急抢修后有一度恢复单向通行 没想到凌晨4点多第三度塌陷 由于潮汐地下水位高涨 携带了大量泥沙污水管线破损漏水而导致 该路段目前全面抢修中 工程人员出动机具赶紧填补水处理管 因为天坑又再度塌陷 路面出现大量裂痕场面触目惊心 就怕周一上班时间车流量大 赶紧围起三角锥全面封路 周六晚间台北市南京西路贵德街口惊陷天坑 经过一整天强修 周日晚间8点多开放单向通车 但没想到10号凌晨4点多持续强修时 居然又再度塌陷 魏公主表示由于潮汐地下水高涨 期待大量泥沙污水管线破损漏水而导致 就是三天内天坑两度塌陷 也让附近居民实在住得很不安心 新公主表示目前进行灌浆改良地址 稳定地层先确保周遭建筑物不受影响 并努力禁止恢复 记者胡卫伦台北报导 麸心沟淆太宗谷国内坑 明天坑搜双